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探险 这是一次大挑战的极限测试 一把看似普通的铲子 又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本领 敬请收看本期五爱发明 初铲记 它其貌不扬 却处处暗藏玄机 深藏不漏 它危难当头 却时刻忠心护主 应对自如 敬请收看本期五爱发明 初铲记 初铲记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五爱发明 我是主持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师请到的科学顾问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为老师 华老师 我们都了解您是平时喜欢健身啊 这个运动啊 跑步啊之类的运动 那么户外运动你喜欢吗 喜欢 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去的次数不太多 其实像现在户外运动啊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 像攀岩呢 探险呢 包括这个露营啊 很多人如果有一些小长假的话 有充分的时间就可以准备 就可以带着自己的这个亲人啊 家人啊 包括朋友啊 一块去做一个户外的运动 作为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后一起到外面挑战自然 挑战自我 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 不过归根来说的话 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所以呢 一般要求参与者具备一定的条件 比如说体力的条件 当然还有可靠的户外装备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主人公呢 他就是一个户外运动的爱好者 他就有一次特别特殊的一次经历 他的团队呢 是在户外运动当中呢 是遭受了一些 应该说磨难嘛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磨难呢 他也是总结了一些非常好用的道具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特别有用的 在户外运动当中 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发明人彭辉 发明项目 折叠多功能产 彭辉今年41岁 四川成都人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户外运动爱好者 从2005年第一次接触户外运动之后 便深深迷恋上了这项充满挑战的活动 从此开始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探险之旅 然而 就在他认为一切都驾轻就熟的时候 一次看似平常的雪山之旅 却突然遭遇暴风雪袭击 气温骤降 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灾难 这个时候唯有挖一个雪洞 互相取暖才可以躲避灾难 可是几个人都没有携带挖掘工具 求生的欲望迫使他们徒手去挖 最终虽然成功躲避了暴风雪 但是队友的双手却也难逃被截支的厄运 这次生死冒险给彭师傅的触动很大 他想如果当初有挖掘工具 那么一切都将改变 可是传统的挖掘工具个头大 分量重 携带起来十分不便 于是一个念头突然从彭师傅脑中闪过 他要发明一种便携多功能铲子 想到这儿彭师傅便利用闲暇时间 开始研究起来 没过多久 一把全新的便携多功能铲子就诞生了 我们的记者在得知之后 也不远千里来到了四川省成都市 经过多方打听 终于找到了彭师傅 彭卉师傅在吗 彭卉师傅 你好 你好 在说明我们的来意之后 彭师傅便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起了 他的得意发明 这个材质非常好的 它的硬度蛮高的 然后它比较轻 你看 这个可以拆开 对对对 这样拆下来就很方便地放在一个 收起来 我们放在一个口袋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样还可以做成一个锄头 这样就可以挖头了 我们这边一个锯子 然后这边是一个铲子嘛 对 这边有一刀口 所以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可以切菜呀 生火 砍柴生 篝火啊 铲子还可以切菜 看到我们的记者满心疑虑 彭师傅便迫不及待地 想要给我们展示一番 我给你演示一下 你看是不是这个 刀口马上就出来了 你看 很锋利呀 对呀 别说 这看起来比菜刀笨重的铲子 切起菜来 可一点也不含糊 无论是切洋葱切青菜还是切南瓜 这把小铲都能轻松搞定 为了证明铲子这一附加功能 和专门用于切食材的菜刀有什么差别 我们决定找来专业的厨师和他们来比试比试 待会儿呢我们要切的菜都在这 首先是切一个西葫芦 要把它切成片 看看谁比较快 然后其次呢要拍猪脚 这个猪脚拍起来很困难 大家都知道 然后看看这个效果 是铲子好还是菜刀更厉害 彭哥 三二一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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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彭哥切菜也是专业的哦 他经常在家里做饭 是吧彭哥 做过一部分 切完了 切完了 现在铲子要和刀比赛 这砍猪脚谁厉害 预备开始 来来 两个没有 没有 脱啊 小心手啊 这个真是惊心动魄 砍得顺手吗彭哥 还顺手 看看这个刀子这儿有没有变化 其实也还好哈 然后接着还有排骨 我们换排骨 嗯 来试试 预备开始 尽量开始 做的肉腥四箭呀 现在排骨也都剁完了 这个韬哥这边的排骨 剁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非常均匀 专业就是专业 鹏哥这边呢 这个排骨 剁的倒也剁了 嗯 就是 就是大小不太一样 对对对 还是 可是在户外凑合吃的话 应该也还成 对 彭师傅有些不服气 他认为厨师主要是赢在多年的经验和技巧上 为此他提议护换刀具 让厨师们也来感受感受这把铲子 好比赛开始 预备走 感觉怎么样 这个锋利很锋利 但是这里很接手 啊 毕竟是铲子嘛 对不对 如果说我在野外的话 我也会选这几个 不会带一把刀的 谢谢 在切食材比拼之后 不甘心的彭师傅又立马邀请我们的记者 去见证铲子的又一个附加功能 剪铁丝 彭哥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 您的这个一代多功能铁铲 和钳子之间哪个剪铁丝更方便 好的 我们来试一下 你找一个旁边的人来试吧 我跟他试一下 好啊 您来跟我们测试一下 这次我们准备了三种不同粗细的铁丝 两个人要把每一种铁丝 剪成二十节五厘米长的小段 谁最先剪完 谁就获胜 来了 预备 开始 在和传统钳子的较量中 彭师傅发明的多功能铲子 从比赛一开始就显得格外轻松 应对自如 要很快 马上这个第三根铁丝也进入到这个比赛的尾声了 随着比赛难度细数的增加 铁丝也越来越粗 彭徽这边依然毫不费力 可是用钳子的这位小伙 就明显有些吃力了 剪不动了 不剪了 不行了 在几次尝试之后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 放弃比赛 这手都被这个钳子给割出印了 剪完了 我看看啊 这一地都是这个铁丝 自己使出浑身力气都很难用钳子剪断的铁丝 怎么到了彭徽手里就轻而易举的剪断了呢 带着疑惑 这位小伙子向我们提出了交换工具的要求 你看这个剪得怎么样 这个很轻松完成 一点都不费力 而且还可以踩住 刚才我就是费了赐奶的力气 才剪了这么两个 看来这个好的工具很重要 确实这个东西很不错 多功能铲子借助外力将铁丝剪断 轻松完胜 只靠人力的传统钳子 可是彭师傅并没有高兴得太早 多功能铲子作为铲子界的新成员 要想得到大家的认可 相对于普通铲子又有哪些优越性呢 为了尽快验证这一结果 他决定找来普通铲子 来一场真正的较量 我们现在在一个真正的荒地上 请来了户外非常有经验的领队 狼头 狼头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我是狼头 是来自职业户外俱乐部领队 狼头今天带来了一个传统的铲 待会要和彭哥呢进行一个比赛 看看两个人在荒地上开一条通道 哪一个更快一点 他们待会要开的通道呢 是半米宽十米长的 我们来问问后面的观众 我问问你你觉得这两个人他们哪个铲子更好用 开路更快 应该大的吧 就是这个传统的大铲子吗 对对 你们觉得哪把铲子会开路更快呢 我觉得这个不好说 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他们最后结果了 有没有信心 肯定有信心啊 来我们开始吧 开始比赛了 走吧 比赛开始了 双方马上进入比赛状态 他们首先要对比赛区域的杂草进行处理 彭哥你一边砍一边拧这个铲子 有点松 让开一点啊 这个 哇大家散开 因为就是这个铲子上面有一个刀针嘛 但是您一直这个一路上一直都在拧这个铲子头吗 在这里有一点松 在口中这里 确实不太好使劲哈 狼头您砍的怎么样了 还行吧 但是那个它的那个铲面有点大 以前我觉得这个老豪冰冰铲可能比它那个还好一点 因为它那个 砍两下好像连漆都磨掉了 对不是那个手柄它要松动嘛 嗯 但是我发现它那个铲面太大 而且就是没有那个韧口 使用起来非常费力 这玩意 看已经落后一截了 加油哦 好 彭哥你这边都快挖完了 对对我这边挖了 看见彭师傅完成了杂草的处理 狼头也加快了进度 但是由于传统铲子没有刀刃 即使是砍发杂草 用起来也是相当费劲 过了一会儿 狼头才赶了上来 彭哥你现在对这个多铭铭铲 更有新铅了对不对 对 现在折腾出头就很快了 有时候使用过程中容易松动 这个还需要改进 但是它比传统厂子也有很多优势了 你知道挖头这些吗 彭哥这边都已经即将结束了 狼头这还在耗一半 狼头你怎么挖的这么慢啊 这边草很多啊 在户外挺多这样的环境 还要比这个更好挖的 因此工具非常重要 那边多功能铲那已经挖完了 刚才我那个看了一下 我挖的时候 我发现它好像中途出了那个故障 对开始口头转换成铲子 你那个刨过来的时候 说实话刨不过来了 现在你也不过来了 对对 它这里转换转换不过来了 这个手柄卡死了 这场比赛的话是多功能铲胜利了 那看完他们的比赛 您是比较想要传统铲 还是比较想要多功能铲 这个如果改进了 应该会比较不错 在他那把铲子的结构改进之前 我还是选传统铲 传统铲 对 行我回去改进一下 下次我们再来练证吧 能好 比赛结果让彭师傅大为满意 自己发明的铲子 无论在挖掘速度上 还是便捷省力上 都比普通铲子更胜一筹 虽然仍有不足 但只需稍加改进 没有什么大碍 他对自己的发明信心满满 可就在此时 我们细心的记者 又提出了一个 更为严峻的测试 拉力测试 那我们现在就用它来测试一下 看看铲子能承受多大的拉力 拉力测试主要是依靠测理仪 对铲子所能承受的翘力进行测试 测试过程中 数值越大 标示铲子所能承受的翘力越大 那么在实际使用当中 铲子也就越结实耐用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这个铲子 看看它最大值能承受 多少公斤的拉力 对对对 我来试一下吧 这个拉力测试显示的是27 对对 那在这个把手部分 施加27公斤的力 弯掉了 这个脖子这块是受不了了 拉力测试的结果让彭师傅的心量了一大截 多功能铲子的翘力只有27公斤 这也就意味着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如果铲子遇到分量较重的石块等物体 就很容易被压弯变形 这样的铲子怎么能承受住户外严峻的考验呢 是我们看的发明人发明的这个第一代多功能铲子 应该说它的使用性是非常的多元化 可以当菜刀 去切菜 同时还可以当锄头 尤其还可以剪铁丝 我们发现它的这个材质好像不够硬 是的 在刚才测试当中就20多斤的东西可以把它给拉弯 对 它这个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是这些连接的地方 它在经常使用的话 它这种简单的螺扣有时候会松脱 一截一截的那个不是很紧 对 还有比较关键的就是它这个铲子头和这个第一截连接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非常简单的可以变成锄头 但是它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容易松的 您看我如果是这样摆一下 它这样就已经松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位置 锄头和这个瓣连接的位置还是需要改进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人彭辉师傅是如何改进 第一代多功能铲子的不足之处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一番研究琢磨之后 彭师傅针对铲子硬度不够 承受俏力小 产品衔接易松动等问题进行了改进 没过多久 我们就听说它的第二代多功能铲子诞生了 第二代吗 我一听说有第二代我就马上过来了 你看一下 我正好在试我这个第二代 诶 这比上回那个接实来啊 我们当初不是试那个一代的是吧 这是老式松露 现在加了一个紧箍套了 现在是蛮紧的了 你看一下 对啊 我们现在这个加了这一块了 它主要是起个一个加力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敲的时候了 它这个地方的受力相对要大得多了 哎 这个两瓶多了一个功能 对啊 这么这个刀我现在想了一下 有时候自家经常除气啊 刀上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刀口开啤酒的 这里还可以解一些冰冻的那些鱼啊食品这些 还可以这个锯子 对对对对 这里你看 这里还可以做鱼叉使用 所以这里加一把小刀还是蛮实用的 它这样放在里面又看不见 它藏起来又不会伤到 那咱们出去试试 好吧 看看这次怎么样 好 我正好要去出外地 彭师傅似乎对这次改进很满意 改进后的铲子真的能如他所愿吗 为了验证铲子是否还会出现卷刃的现象 我们找来一些常见的砖头 彭哥 这个第一代铲子发明成功以后 之前看过您拿这个铲子砍木头 那不知道这个材质能不能承受得了砍砖头呢 对 因为我们在户外挖的时候 要挖到那些砖头之类的 我们测试一下吧 好 这儿有两块砖头 您能一次给它两块都砍断吗 不一定 反正一块应该是没问题 至少能砍断一块对吧 对对 主要是测试一下这里会不会崩吧 刀头 这个钢铲 那咱们砍砍试试 这一下就把这块砖给劈碎了 再来一次 这个砖头是一个非常厚 再来一次 一 二 三 走 哇 这次怎么样 行吗 连砍了三块砖啊 那我看您这个刀口这没什么损失啊 好厉害啊 新的钢铲 就是这个它那个根本就没用力 要不然那个我来跟你试试行吗 来吧 来吧 来 我们来进来试一下 哇 撒 狼头 你这个需要 好吧 那现在看看狼头怎么摧残这个铲子 哎呦 这个太吓人了 怎么样啊 有 怎么样啊 这个 它那个刚才不行好像是 有一点韧口 啊 有点卷啊 卷口 就卷肉了哈 对对对 啊 因此它这个可能那个如果是在户外 我们遇到挖石头啊或者是那个什么的话 可能还是它那个硬度达不到 看来铲子的硬度还是没能达标 只要力气稍大一些 铲口还是会出现卷刃的现象 之前的信心顿时化为乌有 看来铲子的改进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有些泄气 但彭师傅还是想对铲子进行一次拉力测试 看看在添加加力块之后 铲子的撬力会增加多少 来 我来测试一下 这回您的这个目标的这个拉力数是多少 五十多公斤吧 五六十公斤啊 嗯 我要试一下 好 来吧 开始 加力 三十五 三十五 嗯 三十五 不行 现在已经变形了 这个上次第一代多工农产是 二十七 二十七公斤 二十七公斤 嗯 在二十七公斤的时候都变形了 再测试三十五公斤 嗯 对 测试结果只有三十五公斤 比之前只提高了一点 显然 仅靠加入加力块起不到质本的作用 一次什么样的经历让他萌生了发明的念头 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惜变卖房产始终坚持 他的发明究竟能否经得住重重考验 请继续收看《乌爱发明》初产季 黄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代多功能铲子比第一代在外观上更加的这个美观了啊 是的 而且增加了很多功能 比如说在这个产品里面它可以有这个小刀刮一鳞 同时还可以开这个啤酒瓶 而且它的尾部是钝形状 凸状的啊 如果要是在这个玻璃窗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个窗户砸开 应该说更加的实用了啊 对 功能很多 这把铲子呢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它做了几个比较大的改进 像在这个铲子的背面 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知道它在这个位置比较容易断裂 所以它在这个位置又多焊了一层 相当于把这个最薄弱的地方进行了一下加固 而且在这个铲头和这个铲饼连接的部分 它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从一开始的仅仅是一个螺旋状的拧入 它现在做了一个外边的一个套 这样这个金属套 而且它在这地方加了一个增加摩擦力的一个硅胶垫 这样还按照原来的方式 简单的来看虽然是拧紧 但是由于这个硅胶垫的加入 它的摩擦力是大大的增加了 所以简单的一点这种晃动它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改进之后 但是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当这个铲子在做比较大力的砍切的动作的时候 如果材质比较坚硬 这个铲子的刃就会卷 所以它需要重新在铲子的本身刚才的选购上 还需要下一点功夫 华老师看来原材料的选择上面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代 关于这个铲力是否能够达到发明人的预期的期待呢 我们继续来往下了解 铲子的硬度不达标 这和铲子的原材料息息相关 为了使用更加合适的原材料 鹏徽走遍了成都的大小市场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也为此欠下了不少外债 为了还债 彭师傅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在当时那种情况 我是一直想到这个铲子 第一它救过我的命 第二个它也学能帮助到更多人 它有这个铲子这么多功能 它也有市场 所以我就认定了这个 我就说服老婆 说服家人把房子卖掉 把房子卖掉 这样的想法 对妻子而言无比心酸 更让她无法理解 在外面打拼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一个家 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但是要把它卖掉 心里面是肯定不好说的 说实在 那就真的很心酸 包括孩子 因为她孩子毕竟这么大 也跟着我们漂泊这么多年吧 把房子卖掉 继续去做铲子的改进 这样的想法最终还是得到了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在这样的动力下 彭师傅完成了 对铲子的改进升级 听说铲子改进完成 我们的记者就兴冲冲的 找到了彭师傅 那么这一次 铲子的硬度 能达标了吗 我们去测试一下 我找到三根 不一样粗细的铁丝 待会咱们用砍铁丝 来测试这个铲子的材质 先砍一下砖 这里有砖 来走着 这个土花世界 两块一起吧 先两块一起吧 来两块的 这个 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看刚才披砖的时候 其实也打到这个铁 都没有事 那看这次铁铲砍砍这个砖头 是没有问题了 已经不会卷着 那就在这儿砍铁丝吧 好吧 从最细的开始 好的 那咱们先换一个粗一点的 好的 好吧 好 你也看看 没任何问题 现在咱们砍这最粗的铁丝 对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看个铁子 对 确实非常锋利 没有任何问题 对 砍这个铁丝都是比较轻松的事情 对对对 小铁入理了 那看完这个铁丝也难不打您了 对对对 我还带了两把铁子来 好 那它同样都是铁子 对砍的话 不知道谁能赢啊 来试一下吧 对 这样这样砍吧 好 对不对 这个被砍呢 这传统铁子倒是有缺口 但是咱们多功能铁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 对对 对对对 那如果用传统铁子砍多功能铁呢 这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 心疼不心疼 会不会心疼啊 不会不会 看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吧 对看来不是谁就是谁被砍 所以有缺口 对 那这个敲头已经没有问题了 才是非常坚硬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敲饼 这个铁子的饼有没有问题 饼呢 看饼的质量怎么样 可以可以 我们去测试一下走吧 果然 重新选择钢材之后 加上处理工艺上的改进 铲子的硬度完全达标 改进后的铲子 像一名刀枪不入的钢铁战士 面对任何坚硬的材质 都所向披靡 看来他没有让彭师傅失望 铲头惊得住考验 那铲饼也一样 皆是可靠嘛 那彭哥咱们现在已经测试过 砍砖头 砍铁丝 还有和传统的铲子对砍了 对 这个铲子头呢 材质非常优秀 这一次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可是从来还没有检测过 这个铲子的饼呢 我们今天就要在这儿 看看这个饼能承重多少 好的 我们来试一下吧 的确是 这样的测试 会不会让您觉得很意外啊 有点意外 我之前没测试 有没有提前准备 可以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站上去它能承得受得住吗 不知道 因为这个手臂呢 我没测试过 你先试一下 我才得试试啊 嗯 才坏了不要我赔吧 好 嘿 哇 这 你好 别太 别死了 大鹏哥 你好 咱俩都太瘦了 要不然就找一个更胖的人来 你好 您贵姓 免贵姓黄 你好王大哥 您这体重有多少 一百八 一百八 看起来也没有那么沉嘛 没有 那 那就请您站在这个把手上 看看它能承重多少 就这样沉吗 就这样 站上去 看您能不能踩断它呢 来 使劲 还没等大伙反应过来 之前产品 就断了 真是踩断 是开了吧 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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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想过吗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敲的力量 应该想不到会有这么重 在第一代测试和第二代测试的时候 都没有测试这个把手 对对对 它有一百八十斤的话 再跳下来就会超过两百多 两百多了 所以说 但是我们考虑的这个 手柄都有问题 断口在产品的衔接处 说明不是材质的问题 而是衔接的问题 虽然测试结果不尽如人意 但彭师傅并没有失望 现在 他最想知道的就是 改进后的铲子 拉力测试 是否会达到 心中的 预期值呢 来彭哥 那这次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他的这个 把手这块 他的这俏力怎么样 好的好的 我这次来试一下 您对这次第三代 多功能产的改 就是这个改造以后 有信心吗 应该信心很大了 那这次能达到目标 50千克吗 应该可以 因为我把它加厚了 然后结构稍稍有些改变了 往里面熬了一条槽出来 相当于有一个 加厚加力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板子也加厚了 咱们看看 这位车是怎么样 来 开始 开始变形了 测试结果也显示 超过了60公斤 虽然硬度已经达到了彭师傅的预期目标 但是材料的韧度不够 容易断裂 这才出现了刚才惊险的一幕 对于追求完美的彭师傅而言 这样的材质显然是不满意的 华老师这一次发明人换了一种钢材 工艺也是不同了 硬度上有所增加 但是韧度却不行了 这又怎么办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这个钢材它的硬度越大 它很硬 但是它的韧性就会降低 而且如果是气温比较低的情况下的话 它的韧性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所以如果是在极低的气温环境下 想使用这把铲子的话 我们这个发明人还需要 对它的这个材质 再进行更进一步的选择 才能达到全天候的使用 华老师看来发明人 这一次又没有取得成功 接下来他会攻克这个难题吗 他又会不会能够接受得了 这个极限测试的考验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韩哥 早见 你好 美妮 听说您这个第四代铲子 已经做出来了 对呀 我来看看 你看 我们现在一秒钟就可以转换掉 哎哟 真厉害 我记得之前还得拧半天呢 对呀 尤其我们现在里面加了很多好的功能 你看 这一间里面 拿出来这是一个在雪地的行走的稿 我们在行走的时候 在冰上 这样是防滑的 然后你看这一间里面 你看 我们加了一个这个链锯 这个链锯在国内外绝对是没有的 你看它一边它一边可以锯木头 一边可以锯铁 我们这把刀 我们这把刀 在每一截里倒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这个电筒之前的我们也有 之前那个电筒它是查进去的 现在这个电筒用了螺牙 它在腹外的时候 就是这个 对对对 你看在腹外的时候很方便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给手机充电的一个转 转换 手机USB接到接下来 对 它能当一个充电宝石 对 它还可以当一个充电宝石 现在材质改变了很多了 新的材质 新的处理工艺 之前我们产生这个地方 敲的力量不大 现在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敲的力量 那我们找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来测试它 好 第四代多功能产在前三代的基础上完美升级 从外观上看更是无可挑剔 那么这一次拉力测试会成功吗 那彭哥 咱们就在这儿测试第四代铲子吧 好的好的 然后看看它的拉力最大极限 现在能到多少 应该80吧 我的想法 这么 提升了这么多 对对对 它现在改变的结构都不一样了 我记得上一代的话是到60公斤 65公斤就极限了 就断了 对对对对 我来试一下吧 试一下 挂住了 好 开始吧 起 这个 多少 多少 我后面拿 多少 抱一下 多少 多少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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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气了 没气了 全部包他了 赶快点赶快点 白菜把灯灯拿过来 怎么了 来来来 车台没气了 我赶快警示一下 没想到还没到目的地 产子就派上了用场 我们急忙把产子的警示灯打开 并处理在路旁 警示后面的车辆 以免发生危险 那但是停在这个路上 这山区里非常黑 搞怪了 搞怪了 放台 这直接把 先把轮台螺丝拆下来 可以才拿出来 我帮你举 它吸在上面 即便旁边没有帮手 也可以照亮 对 这就是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可任凭彭师傅怎么用力 都无法扭动扳手 前来帮忙的队员 拧了一会儿 可轮胎上的螺丝还是纹丝不动 那现在这个扳手扳不动这个螺丝怎么办 我用我这个铲子来加力 来试一下 就把那个把手加长是吧 对 对 有延长的做 撬动了 后面有车过来 注意安全 就在我们修车的过程中 不断有大型车辆从我们身边驶过 震耳的汽笛声和刺眼的光束 让我们的心不禁揪了起来 在多功能产的帮助下 很快彭师傅便换好了轮胎 我们旋车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好 可以了 走 太好了 快上车吧 上车我去收那个 收警示灯了 好 赶快收灯上 前车前车 我这边好了 可以走了 是的 是的 总算是有惊无险 可以继续出发了 试想 如果没有多功能产 我们可能要在漫长的夜幕下 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修车 而在夜晚的公路上 多待一分钟 就会多增加一份危险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就来到了离目的地不远的一片丛林 行车辛苦了一夜 我们打算先休息一下 我们首先找到一片空地 准备在这里生火做饭 简单地对食材进行处理过后 我们需要看一些生活的枯树枝 然后要用刀刮些粉末上面来 那我们用力摸它就起火了 我们这里不是正好用刀吗 铲子 好 拿小刀啊 对对对 它是之前在这里的 这样给它搞细一点 它更容易引燃 我们摆设在里面就是美棒 啊 点燃了 这火真是越来越旺了 太聪明了 还能拿那个棍刀 吹风用的桶 你看一下 非常锋利的一把锯子 这些大的树枝不好砍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锯子来锯 你看到没有 非常锋利 看这个锯条锯木头 还是非常见效的 对对对 这个锯子很空的 这木头到了最后有一点砍 因为皮的那块不好锯 对 很锋利吧 这锯板的面非常平滑 有点热 对啊 对 我们要在这里加三个树枝 来 马尾尼布 尝一下 我们这里正好 第四代的铲子上面设计了一个锤子 你让开一点 我来 这样就稳了 我们再拿两根支撑起来就OK了 我再找 在多功能铲子的帮助下 彭师傅完成了砍柴 锯木 生火 锤打木桩 解决了野外生活做饭 遇到的困难 完成了对铲子各项性能的检验 休息过后 我们继续出发 随着离目的地越来越近 他的神秘面纱也终于揭开了 没错 我们的目的地 正是位于四川省 阿爸藏族枪族自治州 黑水线境内的达谷冰山 这里由于海拔高 气温低 天气变幻莫测 在这里测试铲子的性能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这里是达谷冰川 现在海拔呢 4860米 一会儿我们就会登顶 在这一路徒步的过程里边 我们带来了一个小帮手 这个就是我们登山的一个稿 这样住在地上 在冰上 它黄滑的 同行的人里 还有一个是彭哥的对手 他今天从山脚下爬到山顶呢 一路上都要用普通的登山杖 在登山的过程中 彭师傅向我们讲解了 铁稿的使用要领 但是由于山坡路面陡滑 大家行走都显得格外吃力 然而就在这一时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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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狼头没事吧 没事 那个太滑了 根本抓不住 狼头使用的普通登山杖断了 只是它向下滑行了好远 索性 安然无恙 看一下用一下我的看你扶不扶 好 好 好 你扶一下 扶一下它就跑 来 来 来来来 擦住 擦住 正当我们准备继续前行时 又有队友不小心摔倒烂 幸亏铁稿牢牢插在雪里 让它没有滑落下去 总算 有惊无险 接二连三的事故 让我们的队员产生了退役 大伙也准备下山 就在这时 一阵冰雹起来 这个天气突然骤变了 然后开始下冰雹 这个环境非常恶劣 我们只能开始挖雪洞 现场只有三把铲子 他们开始各自挖雪洞 多功能产 变形的这个登山障 已经一瞬间变成了一个铲头 它是迅速挖起雪洞了 不要太快 等一下会高滑 现在这个气候变化非常快 气温也下降很低 每一个人的鞋 基本上都是湿的 衣服也很湿 只要用最快的速度挖一个雪洞 天气越来越恶劣 挖雪洞变得刻不容缓 可就在这时 其他队友使用的铲子 突然坏掉了 铲子 我们的队友遇到的意外 铲子坏掉了 他们俩现在已经 团结在一起 挖一个共同的大雪洞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多功能铲 已经完整地挖起来 一个雪洞了 最终彭师傅挖好了雪洞 可就在这时 我们的一位队友 发生高原反应 情急之下 我们将多功能铲子 组装成单架 担着高原反应的队员 走出了雪山 难忘的雪山之旅之后 让我们看到了 多功能铲 在户外的实用性 也让我们对这个好帮手 更加信赖 于是我们决定 为多功能铲 准备一场高难度的 极限测试 终极水下测试 黄哥咱们的第四代多功能铲 已经在冰川上 然后在陆地上都测试过了 今天我们在水里测试一下 你有信心吗 信心肯定有 只不过是遇到这种 在车子陷进水里面 我也是第一次测试 车子现在我们准备了两台 四支传统的破窗锤 我们再把车沉在水里面 把车全部淹进水里面 再用这几样破窗的东西来测试 好吧 我们看看表现如何吧 好的好的 好 来吧 美女 你好 问问你 这个水淹到车里去以后 你愿不愿意试试 在车里用铲子破窗而出 这车全部淹进水里面 我不敢 大家似乎被眼前的场景震住了 在一番询问之后 竟没有人愿意 亲自到水下去试验 好吧 最后还是由我来下水 来试 对啊 怎么换了人以后就担心了吗 不是我担心是 你没有这种逃生的经验 然后你会慌乱 对 但是一般用多工能产逃生的人 其实都像我这样 就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了 对对对 这也是 如果连我都能办到 那大家也没有问题了 我们的记者决定 亲自下水测试 水下测试的危险系数 可想而知 为了确保绝对安全 彭师傅细心地讲解了 杂窗的药理 还为记者戴上了安全帽 进去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我们在这边 加油 你进的时候 把这个安全带 洗好 胸前胸前 你们紧张吗 我都听见车咕噜咕噜冒泡了 冲淹了 水开始进入车厢了 记者随即开始测试 他首先用黄色的砸窗锤 敲击玻璃 可以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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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斜一点 在尝试了很多次之后 车窗终于被砸开了一个小口 水位在不断升高 一分钟也不容耽误 我们的记者立马拿起 红色的砸窗锤 砸另一侧的窗户 这一次 似乎比刚才还要困难许多 无论我们的记者 如何用力敲打 车窗都完好无损 这时候 水位上升得越来越高了 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危险 车外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大家纷纷让记者 改用多功能铲 你那个换锹吧 往中间咋 对 没想到多功能铲只砸了三下 车窗便一整块都掉了下来 在场所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吊起来车 走 走 必须在多功能铲 在水下也不会破窗子 但是需要一些技巧 你在危险的时候 要好好抓住机会才能求生 这个刚从水里爬着了 鹏哥这个铲子我试了一下 铁锤子在那边打上 是会用一个点把玻璃击碎 嗯 然后用铲子的话是敲开一个缺口 整片玻璃下来 那边的玻璃就会非常的碎得非常厉害 容易划伤人 驾驶室这边的玻璃呢 就是我最初用锤子击破的 那它在这块 从这个缺口开始碎了很多的玻璃茬进去 而且水从这个里边就哗哗一下就流进去了 然后在它对面的那个副驾上的玻璃 是我用铁铲去击破的 整片玻璃都掉下去 然后是一个缺口就从那边爬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铲子最主要的特点是功能性和多样性 以前我们也经常参加户外游户 没有一种这种综合性的东西 比如说登山上 就是登山上 那比如说我要是铁锹 它怎么分铁锹呢 我个人来讲是非常喜欢 也非常佩服这个发明人 他的这个思维和那个构思 测试结果很明显 前两种砸窗锤砸窗效果并不理想 但是多功能铲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车窗砸开 为逃生争取时间 并且车窗完整被砸落 保证了使用者的安全性 测试结束后 大家对多功能铲更加刮目相看了 彭师傅发明的多功能铲子历经四代改进 在铲子的基础上 集合了锄头 菜刀 锯子 锤子等功能 在拉力测试 雪山救援 水下逃生等测试中 展现了多功能铲子的优越性能 符合户外运动的实际需求 解决了户外运动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值得鼓励 彭徽发明的多功能铲子呢 即挖掘 砍除 照明 生火 聚目 急救等功能为医生 做工精湛 坚实耐用 承受力强 材质轻便 易于席带 组装呢 简单 还可变身为单价 登山帐等等 非常适合付外使用 如果要说改进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人杖产制 智能化 方便老人孩子安全使用 这样呢将大大扩大铲子的使用能群 弘徽发明的这个多功能铲子 通过雪山 丛林 水下的极限测试 最终是经受住了考验 证明了它在户外使用的优越性 那么这一期的我爱发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华为老师 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运送500斤大米 爬坡电动车又遇到了什么意外 发明团队研发的爬坡电动车 能够征服来自山区城市的人吗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一路到顶 电动车我们经常使用 但是能爬坡的电动车 你听说过吗 与普通电动车的山路七行赛 谁又能一马当千 运送500斤大米 爬坡电动车又遇到了什么意外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一路到顶